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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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可不出眼了 这姑娘 陈思琳 香港CVB一线女艺人 性格活泼 胆小欣喜 但今天不像那种人 这啥美女啊 对不对 而且呢演示演得很好 今天没有带男朋友来嘛 哈哈哈哈 这个 哇这个 这个是男女还是女女 好舞内啊 我是男人中的男子 杨军亮 07年快乐人生 个性沉闻 运动神经发达 还是时间太任何我和你 落落的感觉怎么样 第一次坐了这个过头 嗯 感觉是比汽车的确也坐得比较难受 我们现在走在这个沙坡头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 嗯 大家来看这里呢就是我们腾哥里沙漠的尽头了 欢迎两位远道而来来到我们这个美丽的地方 对嘛瑞哥啊 突然想起来小一个人啊 哎呀 哎对对对对对啊 天还去哪里 是今天晚上来嘛 对啊 他根本就不想骑骆驼 嗯 他跟我说他要以一种这个非常刺激的方式出现啊 是吗 哎哎哎 你们看你 过来了来了来了 哇 瑞哥我们去哪啊 一望无际的沙漠 万马奔成的河水 在著名的名下沙坡头景区内 我们的嘉宾将挑战惊险的特技表演 飞跃黄河 在全中国最长的索道上 嘉宾们必须要完成指定的特技工作 即从150米的高峰穿越沙漠 在800米外的黄河上方 像古装侠客一样 用手中的武器 人工皮开学的搅战金金的转手 还算搅战成功 而如此艰难的任务 对 是有阳光 对 阳光你害怕什么的 是 一般有阳光就有沙山 啊 我觉得很空旷啊 空的错 我觉得 早上好像没什么吧 你这样 你试试 已经没有保护了 你看有回声没有 就说你空不空旷 哈喽 梭林 没有干嘛 有啊 没有啊 啊你没有啊 梭林你怕我干嘛 梭梭 听这个吗 对啊你真的有回声啊 你大点声喊 大点声 用美声喊法 不 据说你人来这个中文性神神学院这个 我是 我是中秀哲学 哦 所以说很厉害 一切都可以淡定从容是吧 还好呢 哈哈哈 我这样也没有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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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太紧张 就是瑞哥他平时说的话 也许跟节目合成没有太多的关系 还是跟这位朋友来交理一下 你这样子要视此无非 你一看到东西的时候 就会想象了 对对对 那这样 我们站一下 来 我们带你来一个地方 你来想象一下 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再来一点 再走一走 再走一走 男性能吗 身体保持轻轻 好 这个时刻 做好准备 对 我们要来将你的眼眺了 看一眼 只有这回事更大了 你的嗓子好好啊 你们好恐怖啊 对对对对 弄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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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这样呢 我真的比较危险 今天的问题出来了 究竟三位嘉宾中 谁用的挑战次数最少 然后记得你在飞越恒河的时候 你一定要 就这样飞 对啊 对 你东西都不给我穿吗 穿东西 有啊 为什么让你拿这个东西呢 你看我给你解决一下 你看看到这个东西没 Dunk 没啊 南佩设让你 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听缩了吗 抓住抓住 你 способ不能松手啊 松手 我不相信amı 是不是亚了 是不是真的 不是啊 是 我有骗你吗 有 是 是 准备啊 你怎么抖的 抖的好连 这样是跟你开玩笑了 不可能拿纸头过去了 我只是说你在过程当中 你真的要把那个圈球砍开才行 是 来 我们来 上 安全护具 来来来来 我呀 我还没开启吗 还没开启 我会把我所有东西都放慢 好 不是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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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抓得好疼啊 我头一次被加冰抓得这么紧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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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那你把这个圆球留给他吧 我 我的手要拿着那个 说明你要喜欢吗 这下就会帮你 换手啊 哎呀 换手呢 你以为我的大冷宴我容易吗 哎呀 先换手 先换手 你不要让我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来来 没有 没有啊 我们先来检查一下 看看这个吊铁接不接铁好不好 等一下好 我把你捆开我们来转一下好不好 没有 我们往后拉吧 对啊 你们说喊 勇往直前 你喊口号 勇往直前我做主 说你的口号 勇往直前我做主 没错 勇往直前我做主 好 3 2 1 勇往直前我做主 勇往直前我做主 我已经说这边刀好生 给我说这边刀好生 你怎么说 3 2 1 勇往直前我做 ывもう直前我做 浇 放车 为什么 快走,快走 好,他们找了那个圈头了 对,圈头了,来了,信心了 成功了,哇,成功了 哇,耶,一次成功 我现在怎么办呢 看来没有啊 你快看啊 你快看 有往之前我过去 没想到胆子最小的陈松林 只用了一次就挑战陈松林 今天的冠军就是 陈松林 我们要告诉大家 陈松林是我们节目到目前为止 在进行挑战之前 勇往之前 我做主的几个字 都没有喊全的人 勇往之前我做主 就已经下去了 而且陈松林我要告诉大家 因为他不小心那个斧子掉下去嘛 他往下面有一个 有一条沙毛 你以为下面有一个工作人员 对不对 而且我跟你讲 陈松林下去的时候 从拿剑的那一刻开始 他的手就从来没有动一下 我跟你讲 勇气他不见得是最佳的 运气他绝对是最好的 他就这么滑过去啊 就断了 场外的三位嘉宾呢 不管是一次两次还是三次 最起码他们都很不容易的完成了任务 所以呢 他们获得了由摩托拉公司提供的15万元的